长期跑这个财团的 这个财经界的权力斗争 真的有那种沙发的味道吗 是 宝洁哥事实上 真的有点不寻常 我记得在今年 10月1号还2号的时候 其实外电新闻 有一篇相关的报道 报道是什么 他说过往 只要是中国的这个国庆 十一国庆 美国都是提早庆祝他们 或者是当天庆祝 他们特别报道说 今年的那个十一国庆 竟然美国是到10月2号 还是隔一天才庆祝 他们就从这个端倪里面 发现说不太寻常 这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就觉得说 比较失礼 后来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还想说 会不会人家只是 有没有放假或什么的 晚一天 这有差很多吗 结果隔一阵子 马上又有另外一新闻 什么新闻就刚刚提到 李强到越南去 是人家的国家总书记 出来接见 等于是他们的一把手 接见你李强的二把手 结果呢 他们就说也不对 以前是很讲究这种 一把手一把手 二把手二把手 所以那一次的事件之后 又有人讲说 不对哦 看起来不太对劲 然后又有相关讯息说 包括五大区的一些军人 竟然军职都被 习近平的亲信都被换掉 变成是张右侠的人 所以那时候 其实十月就有一些氛围 最主要的一个情况是 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钱袋子 枪杆子 或者是刀 笔杆子 这些感觉上 习近平没有一个握在手 险见真的有大事要发生了 佩战 现在中国居然 出现这么多微妙的变化了 是 所以宝洁哥 我们听到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 包括枪杆子 已经不在习近平紧紧握牢 包括连笔杆子 习近平名字 要不要出现 都已经不是他能掌控 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 最重要的 你看这是之前的报道 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报道有一些 我们本来以为只是正常的替换 后来发现不太最近的原因 五大军区的司令员换了三个 而这三个 都是习近平的嫡系人 对 原本这三个 都是他的嫡系人 其中大家最为知道的 就是军委 军委纪的一个副书记 陈国强 就是陈国强一倒台的时候 他倒台下来的时候 那好 那没关系 那你轮掉 你知道他被调去哪里吗 他变成国防科大的一个校长 一个本来全体一时 结果现在变成国防科大的校长 所以从那时候在动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不太对劲 可能要动 后来发现包括连中区 跟南区的这个部分 也都动了 动了呢 换了谁 换了吴亚男 然后换了谁 换了这个叫做黄明 那现在大家想说 那好 你动了之后 那你像王秀斌原本的 习近平人马去哪里 没有交代 竟然没有交代 没有安排 没有安排 所以他们就说 你动了张 你把张秀霞的人马 扶上来没关系 但是你包括像王秀斌 是可能是习近平的这个人马 掉去哪里就很重要 就发现他竟然没有安排 至今下落不明 所以大家就想到说 整个感觉上 这个军方好像已经没有 很稳定了 在此同时呢 现在其实又有一些 相关的讯息来 什么讯息呢 这两天 说中国有28大的民营企业 非常惊人 竟然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至少有九个集团 是瀕临所谓的破产跟倒闭的状况 破产 这讲的有是谁 我们都知道 这个孝建华 明天系的孝建华 还有安邦系的吴小慧 这些人 我跟你讲 他说这28大民营企业 他们手掌握的相关资产 是10兆人民币的资产 如果说有三分之一倒闭或破产 那至少有三兆已经毁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你知道 那时候习近平不是推吗 我打贪腐啊 我要速贪啊 我要国进民退啊 结果事实证明 金基姆在你手上 到最后也没有办法活下来 所以这些死的死滔滔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人 什么吴小慧啊 孝建华 后面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太子党啊 水清无余啦 你现在要查贪腐 查到你整个中国经济 可能都要垮到一半 破产坦了啦 破产坦 而且呢 我们昨天不是有提到吗 光是近一年 从6月 今年6月往前算了一年 从这个地下汇队 以他推翻出去的钱 有多少 2500多亿美金 这只是一年 过去这四五年来 我还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 在那一个COVID-19的那一年 竟然跑出去的金额 有多少 有一兆美金 所以你这样子 其实在这个钱袋子 好像你以为你习近平 涨到钱袋子对不对 这个钱袋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因为都流血流光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 他的钱袋子 破洞 老鼠咬的 谁咬的 温家宝在2016年 2011几年的时候 不是被你踢爆说什么 他的家族啊 很贪啊 28亿美金 都是他家族的成员啊 那温家宝到现在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贪腐的投资 就拿回来了 因为事实证明 太子党这种裙带的一个权贵资本主义 是有用的 当你中国 所以习近平只能投降了 对 当你中国把这个裙带资本主义 尤其权贵资本主义要剔除之后 发现你中国经济也跟着倒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个再找回来 虽然你寄生在我身体 可是起码我们两个还共生共荣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包括军事方面 包括这个外交方面 还有包括这个经济方面 都同时出现这个转变 显见真的 不管说习近平会不会倒台 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现在必须要跟这些老头子分权 如果你不分权共治 恐怕连你习近平的位置都没有了 因为现在江湖传言有两个场合 两个场合 第一个是在北戴河的场合 第二个是在三中全会的场合 习近平这些老头子 反正我就豁出去了 他说是一个接着一个 接着一个 接力赛的骂习近平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寻常 因为三中全会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你国家未来 十年 十年的经济的一个方针 五年经济方针 那你怎么都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答案结果出炉了 可能在那一天 他被骂了 对 在那三中全会的时候 这些老头子 这些所谓的太子党 这些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打给你摊牌 你要那些不 好啊 打个社会系 所以现在开始 最近中国也很多动荡 包括这几天有一个新闻 什么有人说什么 我去冲撞死了多少人 然后还冲撞当下说 共产党不让我活 所以当你经济开始 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 这所谓的人民就没有饭吃 他就会政治会变成 维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我们在我们讲的时候 现在习近平有很多的动作 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一个就是我对印度 我居然退让了 一下退让了九万平方公里 等于两个半的台湾大 但是我对印度示弱了 还有我对澳洲 澳洲我该买的龙虾 我该买的红酒 我该买的梅 我也全买了 等于在这个澳洲的经济战争 我全部都退让了 更不用讲 我对菲律宾 我对菲律宾 我现在以前跟你这样的东搞西搞 我现在也不搞你了 更夸张的是我都对内 对内温家宝 居然可以坐在我的旁边了 看起来他在放软 为什么放软 因为他说底气没有了 底气没有就是 他现在经济状况这么糟吗 原来在一个月前 不是要暴力救世吗 暴力救世的时候 丢了四兆的台币 进到这个市场 可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中国人想尽各种办法 要把钱离开中国 是 宝杰哥 现在的中国状况是这样子 比较底层的人民不聊生 但是金字塔顶端的人 拼命的把钱往外送 往外送 往外逃 他们统计到今年六月底的 最近这一年 光是从各种方式 偷偷弄出借钱 高达2540亿美元 八兆台币非常惊人 然后他们统计起来 你说一年 对 八兆的台币就跑出中国了 是 而且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他告诉你他怎么跑的 其实我这也蛮佩服他 他说第一种怎么样 用就是所谓的拍卖 艺术品拍卖听起来很高档 用拍卖的方式把这种贵重的东西 往外拍 比如往送香港 拍完之后钱不送回中国 就把资金停破在香港 想方设法再找机会弄出去 搞了半天说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几年赵无极的这个画作 张大千的画作 长远的画作 不但往上飙升 搞了半天是 中国人透过炒作 透过炒作买这些画作 就是把钱给洗走了 是 所以他们就说 中国香港百页萧条 就是一个拍卖行 真的是非常惊人 你现在看到就是把它统整起来 在今年2024年的春拍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以前跑过艺术品拍卖 我还去过香港的这个拍卖 他们拍卖是分好几十场 十几场都有 包括什么东南亚艺术 中国艺术 古瓷器的 墨宝 一大堆的 他们说这个春拍的家机 吓死人 光是其中一场叫亚裔金品的 就拍掉多少 九千多美金 而且这个你现在看到 都是相对来讲价格比较低的 比较高的是什么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类似赵无极 这种叫做什么 就是夜拍 所谓的夜拍 就是每一个作品 大概都好几千港 好几千万港币起跳 你现在看到这个赵无极这个夜拍 就二十世纪的晚场夜拍 因为赵无极是二十世纪的 非常重要画家 这一个港币 六千三百一十七万 吓不吓人 光是这一个 然后就两亿多台币了 两亿多台币 然后另外一个是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拍卖 是谁 就是我们美国非常重要 Andy Warhol的一个作品 花这个花 拍出了也是六千六百 六十二点五万港币 也是二点六亿 对 所以光是这两场的一个拍卖 你知道拍出了多少 光是这两场一夜拍 就是晚上举行 这个夜拍 拍出了七亿多港币 我以前去过一次拍卖的 你知道拍一个什么东西吗 那个曹新城 拿出一个笔筒 当然我叫笔筒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 非常厉害瓷器 什么清朝的 那一个拍一拍 我看起来没有什么样 也是两亿多 所以那一种一夜拍 百币两亿多 对 两亿多 是非常惊人 所以现在人家就想到说 以前我那时候 跑艺术品拍卖的时候 2008年 那是真的是整个中国 是富起来 北京欧运在办 所以那时候拍两亿多 很正常 现在中国什么样的光景 怎么动不动 也拍出这样的夹击 所以 所以说华尔街老师讲 很多就是干嘛 因为现在香港 基本上还是资金 相对自由的地方 所以我就跑到香港 我去拍卖 香港拍卖了以后 我就把钱弄到香港 然后我就在香港 想办法 把钱给洗出去 对 这是其中一种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很惊人 包括什么 我们家世德书富比 这一家全世界最棒的 这种顶级的拍卖公司 竟然在香港 要把他的据点 不断拓大 因为实在是太多的 从那个中国那边过来的人 不管是说你卖家或买家 都是让整个香港拍卖市场 竟然是一支独秀 真正日上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都非常看好 而这只是所有的 把资金弄出来的 其中一种方式而已 还包括哪些呢 他们就说还有橘子手法 什么叫橘子手法 加密货币 竟然还有这种加密货币 他说他们就查获 在今年9月的时候 竟然有透过 就是那种加密货币的方式 然后呢 他就把钱 然后就把这个加密货币 带到海外去 带到国外去 再透过便现 然后后来就是被逮到 他就发现 你知道里面金额多少吗 1.12亿美元 所以他们就说 哇 现在竟然有 加密货币 用加密货币 1.124美元 美元 他就想把这个加密 弄到国外去 弄到国外去 然后再把它变卖 就是弄成其他的那个币值 所以他们想说 加密货币 这样也是一种方法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其实这也蛮厉害 他们就说 因为香港现在 针对这种很多钱 往外送 他们已经开始有警觉 所以香港的金融机构 他们有一个新的条件 什么新的条件呢 就是 如果 你在一周之内 在这个户头里面 新开户 你存放 大概1万港元的话 你就要被监控 就想说 你要招待你的资金来 才1万港元 都要被监控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就发现很厉害 他们后来就慢慢 把这个账户 让你没有意识到之后 他用这个账户 要干嘛呢 他就在国外 又弄了一个空壳公司 然后就想方设法 透过国外空壳公司 然后去买下 吃下 他自己本人 在中国的企业股权 然后他就变成 大股东 这个国外空壳公司 变成大股东 这家公司 再透过配股 配过一些奇怪的方式 把钱洗到国外去 所以他们讲说 中国现在无所不用其极 穷尽各种办法 要把钱给弄走 就把钱弄走 这一年八兆台币就没了 就没有了 然后还有一个 我也觉得这一兆也蛮厉害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东西 我从国外买 可能只要 比如说1000万美金 他就说1000万美金 我给你5000万美金 不对啊 这个东西只要1000万美金 你干嘛给我1000万美金 你自己拿 零件大概拿个200万美金 其他的 我帮你登照 所以就变成 故意又高价 就有点这些是科匹手法 就扶爆加钱 然后想方设法 把这个钱 洗到国外去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洗钱这一招 所以就还不管 海内外 中国台湾都一样 就那几招 橘子招跟科匹招 那这个确实是 对中国来讲 就说这个事情 其实是还蛮严重的 那现在我们刚刚讲到 是说很多洗钱方式 现在中国自己 内部的经济有多糟 你知道吗 他们就说从十一住行 通通都降级消费 什么意思呢 降级消费 对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除了买这种奢侈品之外 其他都降级了 对而且买奢侈品的目的是在洗钱 把钱弄出来 不是真的要买奢侈品 他们说光顶太风 顶太风前一阵子 我们台湾顶太风 胸部台中国14个据点 其实就几乎全部都关起来 为什么 他们说大概有大概四成的外国 就是外企的那种客户 完全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在这个中国顶太风 这边没有办法 还有包括B&W 他们北京有一个什么 全世界首创的一个 2012年首创的一个 强调反正就顶其消费的 这个B&W 竟然倒了 倒了 他说这个电筹 已经到现在总共投资了3.2亿 竟然倒了 为什么倒了 他说因为老板浪杠 而且最夸张的一件事 其实老板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好 惠神 该讲的大炮一想 黄金万两 要打仗这条底气 打仗这个底气 是来自钱的 中国以前干嘛 我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当老大 是因为我有钱 我给北韩支柱 我给俄罗支柱 可是你说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他现在问题也在没有钱了 是 有钱比较大聲 现在习近平没钱 所以现在其实没有人 把他看在眼里 那现在其实就是 从哪一些指标可以看得出来 广交会 我们都知道以前 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好不好 广交会可以说是一个情依表 就是现在天哪 已经连续几年 都是这样子冷搜搜 没有人 以前真的是很多的 就是欧美美国的一些客人 都会这边下单 而且常常说 一天又下了多少单 一天下了多少单 没有想到现在出来景象什么 都没有人 甚至有人就直接去问摊商 摊商就直接说 美国人没看到 然后欧洲的来个一两个 最多是什么 就是我们非洲的好兄弟 一样这几年都靠 非洲的好兄弟来撑场 所以你看到很嗨啊 都来买 可是问的是 你说这是广交会 对 广交会 这是广交会的场地 是 你要不看话 你以为是好像是非洲举办了一个 什么样子的联谊 或者什么的场合里面 几乎都是我们这个 非洲来的一些这个企业家 他们就说最主要原因就是 现在因为中国跟其他欧美国家 产生的一些 不管是在经济上的对抗 或者是科技上的一些对抗 导致现在真的只剩下 非洲这个部分来 尤其就是一些跟他们在 一带一路这边 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贸易往来 这边来的人最多 那他也导致一些状况 什么状况呢 毕竟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他们的一个采购能力 还是有受限 因此中国前9月 他们就发现 不管是在贸易数字上 或者是外国人 直接在中国投资的数字上 都呈现一个大幅的衰退 其中一个数字最惊人 就今年的8月 就是外国人到中国 直接投资的金额 竟然创下25年来 最大的跌幅 年减大概50.4% 回到什么时候随准 回到2004年8月随准 所以过去这20年来 中国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 所有经济上面的红利 就在这几年内 几乎归于零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的不寻常 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况 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街景 都呈现 你也知道 就是这种广交会 什么会 其实它就等于是一个 外国来订单 外国订单就有订单之后 中国包括深圳这些工厂 才会开始就有很多订单来 然后开始很大规模 而且你说有一个数字非常重要 就是中国一到九月 实际使用外资 外资金额居然比同比少了30.4 这代表外资都跑了 代表外资都跑了 那事实上不仅是外资跑了 连进来的外资 也都是润解的 所以这代表中国这个经济的状况 你看外国人都不进来 你货也出不去 所以你现在看到状况是什么 工厂都关了 有没有 千坪的工厂几乎全部都关了 东莞的工厂关了 然后包括广州的工厂也关了 然后还包括哪里 反正就是你以前想的什么义屋 那些的工厂几乎都是这样的空荡荡 而都是这样空荡荡的话 就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 还是非常非常的漆冷 现在就发现说 怎么中国在2023年上街去讨薪水的一个这种 所谓的维权的运动越来越多 你看到而且是各行各业各个省份都有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今年的陆委会特别去公布 我说这件事情其实成为中国未来动荡 非常情况要特别要注意的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在哪里 在河北 河北它这个是吧 就是主要是新建工人 它跑到建筑物的最上方 然后只能在寒风中拉布条讨薪水 因为他们很说 我们这个工程是我们盖的 就我们这些工作了 这些建筑工人到目前为止 几乎都没有领到什么薪水 所以情况很严重 现在要过年了 你们大家就可以过个好年 跟我们的没有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在甘肃 甘肃的中城建筑公司 一样也是 也就是他们建筑工人到了 天水市政府去讨薪 结果薪水没讨到 反而讨到一段打 为什么 因为警察来镇压 至少有一两个建筑工人都被抓走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哪里 一样也是四川上百个建筑工人 攻占了四川的龙昌市政府 为讨薪水 那你想说 那你为什么会讨到市政府讨薪水呢 原来他们很多的工人是因为要接到了 这个公司是接到了市政府的一个建筑工程 结果市政府欠薪 市政府欠薪 所以他们公司也倒了 这些工程人员 建筑人员 就没有薪水了 所以你看人数 到处都在要薪水 到处都要薪水 还有在哪里呢 其实很可怕 有的人就讨薪讨到后来真的是 筋疲力尽 钱都没有要到 只有讨了一顿打 所以怎么样 命都不想要活了 然后一样也是四川 四川的成都 也是上百名的工人 一样为了讨薪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 结果就只好把马路给堵住了 也就是说了 如果我们今天要不到薪水 你们大家 每一个人的正常日子 日常生活也捧想过了 所以现在其实类似的地方 层出不穷 还有包括哪里 在河北 一样也是河北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房地产的移工工资 是这个所谓的 欠薪水的重灾区 很多人不是说 2023年到底讨钱而已 哈佛2023年讨钱 是讨2022年欠下来 这么久一点钱 所以他可能一两年 都没有这样的薪水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这个苦日子 真的要来了 中国市场来说 你看这几天的 这个网路上面来说 你看我们香港 香港的这个所谓民众 是踢这个梅西泄愤 那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鼓鼻是怎么样 他们在网路上到处留言 然后开始骂 骂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今天习近平 有传言说 他已经开始进入 所谓的证监会 要开始加班 要救世了 他出手了 因为大家都在骂他 网路上他骂声一片 你看这种 打倒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才有未来 这个小学生 害了多少中国人 你看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哪天怎样怎样 我觉得上阵 小学生死了 我觉得可以上阵 指数可以涨停 所以大家开始 把矛头指向习近平 现在网路上 大家都在那边 新年新气象 什么证监会 加坡人 都在唱衰证监会的 对 所以民众都非常的 这种一股怒气 在这个地方 所以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香港民众开心不起来 中国民众怒气非常多 好那尤其是 我们刚才不是讲 有一个这个 这个所谓 在骂习近平 这一个大 他不是一般人 他其实是一个 这个中国的 这个交易的这个大V 所谓大V就是 他们非常知名的 这个所谓网红 交易员 对 这个又其他交易员 而且他po过 非常多文章 那你知道事实上 他过去一段时间 还跟什么 胡锡进啊 李大肖等等的 一直在 他说心理按摩 他见到胡锡进 李贝李大肖 对 胡锡进在这边 还有包括说 像很多这个名人 这不是都是有 买股的人吗 对 而且他是说 他参加所谓 微博的这个 财经大V的这个活动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他其实是一个 在中国算是有小有知名 就没想到他就骂 因为他就骂 骂这个习近平嘛 你看他就是在 网路上骂骂骂 骂这么多 他不怕被消失吗 对 所以他就是 搞不清楚状况嘛 他还骂说 国内一切问题的 这个原因 都指向了一个人 他还把po出 他这个文章 这个图 你知道 他这个真的是 太指向性了 就听说了 没多久 他发了这个 这个所谓微博文章之后 听说他就不见了 不见了 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大家都在找他 他到底到哪里去 不知道 所以到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股市里面来说 弥漫了一股 所谓肃杀了这个气氛 那肃杀到什么程度呢 肃杀他大家都真的是 心情非常不好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他为什么会有一堆 这个留言 他在刷屏 为什么要刷屏 因为呢 有一个甘肃省的 这个电视台 这个证券服务频道 直播间 他就在那边讲 这个股票 然后结果没想到 下面大家都说 你还讲什么讲 不用讲了 大家都很惨啊 他说怎么不把这群猪坏了 故事好不了 对 甚至你看他们就又在这个找原因嘛 他们又找出一个 国家金融监督这个管理总局 那个总局的这个所谓 党委书记 他名字 他名字就说 他的名字来说 我们就会赔光 他名字是什么 因为他名字就真的叫赔光 他就姓赔光 赔光 对赔光 所以那大家都开始怪东怪西 就说都是你的名字取得不好 都是赔光害的 对都是这样 那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散户 真的是信心崩盘 因为他们这几天的这个融资 余也一直不断的往下降 简单来说就是 散户已经完全没有信心 开始在多杀多的一个局面 那多杀多杀到什么程度 他们就到处求远嘛 能够骂了都骂了 然后能够这个怪罪都怪罪之后 还怪公司 那公司就只能说 不要这样啦 我们就是现在就 大家远离股市 你就放下这个股市 平常心的过日子 所以要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上上下下 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这个对策 那找不出合理对策 我就讲 因为现在他们就是 就像那个大帝说的 他们问题都要指向一个人嘛 那那个人今天要开会 这人是谁 这就是习近平 那为什么习近平 你看习近平来说 他为什么要亲自出来 我们讲在2015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所谓股市政变 当时不是传言说 这个红二代 或者很多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富二代 开始在股票市场里面放空 然后股票市场 从这个约莫市 5000多 3000多点 五六千点 一路跌到2000点 当时被习近平形容为 这个所谓股市政变 那当时是他找李克强 当时还有李克强 现在他有谁 当时李克强在俄罗斯访问 他把他赶快连夜赶回来 然后赶回来就说 我要这个暴力救世 然后就把股票市场救 就稳住了 但目前为止来说 他没有人啊 李克强走了 李克强已经被消失 已经被过世了嘛 那目前为止有谁 没有人 因为所有的证监 为什么这些都是 其实他们过去都没什么经验 他们只有一个经历 就是他们都效忠习近平 但他们又拿不出对策 虽然李强他也不懂经济 李强他过去一段时间 就是在产业界 他根本没有管过 管过这个所谓股票市场 他根本不知道 那现在在管金融 也都没有失误经验 所以大家现在都没办法 就没办法怎么办 就看这个习近平 问题是习近平 他知道吗 现在他就进入这个证监会 听说他要跟证监会开会之后 要做一些所谓 扭转股市的这个方案 那不知道 但是至少今天 中国股市已经有这样的期待 但是到底能不能够这样 不知道 他们同时开始跟你嗆声 你看 这个二层所谓的 这个操控市场恶意做空 然后切实维护市场稳定的运行 他就说 我们对这个玲珑忍的 这种所谓高压姿态 我们要坚决重拳打击 然后再违反操纵 恶意放空 只要请家荡产 这个牢底坐穿 警告你说千万不要 给我恶意放空 对 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 就只能够用这些手段 那当然有没有办法止住 我们就看到 接下来几天 中国股市的这个发展 中国竟然透过美墨边界 偷渡到美国的情况 竟然在去年一年 急起直追 快要变成是最大宗的 然后他们讲到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你看现在 这个新闻 60分钟特别去做一个深度的 一个相关的报道 他们讲到说 这个情况真的是 光是2023年 光他们海关所逮到的 就有250万起 从墨西哥企图进入到美国 其中很大中 就是在中国这个部分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他们是穿越 而且他们很好笑 你看你看那种画面 都是亚洲面国 很奇怪的是 以前我们看到美墨边境 都是这些西班牙裔 都是Amigos 但是 现在竟然都多的是黑头发 都是亚洲人 亚洲人 然后他说每30分钟 就会带来一批中国人 4天之内 然后他们就有见证到 600名的成人跟儿童 穿越这个缺口 这些人是难民吗 你看他们穿的样子 其实蛮起面的耶 他们是坐飞机 直接坐到 坐飞机去偷渡的 坐飞机坐到墨西哥 或是坐到美洲其他国家 然后再讲办法 而且你看 你有看过难民 他们这样还用说行李箱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某一种程度上 这真的跟我们想象中的难民 不是那样子 然后他们讲到说 为什么你要来到 就是美国 而且用这种所谓的偷渡方式 很多人就讲到说 因为在中国现在生活 越来越不好 然后又或者是说 希望要获取更多的自由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其实要付400美元 然后他们车子 就会从那一个 就是一些地方 带到你的边界处 然后排队 等候美国的边境巡防来到 然后来到干嘛 你看他们正在排队 你以为会觉得 好像在等签证什么的 不是 他们等那个美国的 边境巡防队来 因为他们要自首 因为根据他们就说 他们这样自首之后 他顶多拘留72小时 再来他就要放人 放人之后 他就可以申请一个 所谓的政治 或者是其他庇护 就说 我是因为在中国 怎么样 所以我必须要来这边 所以他就可以进到美国境内了吗 对 他就可以进到美国境内 当然他们也不会 而且他们就说 当然有的会说 你直接遣返回去 像墨西哥很多国家 都把你遣返回中南美洲 但是他们说2023年 竟然有55%的中国这样的偷渡客 获得相关的庇护 这么高 对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对他们来讲 两个来偷渡的 一个留在美国 所以他们来讲 这个其实机会很大 他们中国甚至还有抖音 去告诉你用抖音教学 你怎么样去聘雇 人家带领这个偷渡 还有怎么样走到 刚刚你看到的那个缺口 然后怎么样之后 看到警察要直接跟他自首 还有交战手责 对 所以就觉得非常夸张 他说2016年 美国向中国去 核发所谓的临时签证 有高把220万份 但2022年只剩下16万份 所以简单讲 就是你合法进来的管道被关了 所以只能透过这样的 一个偷渡的方式 然后那个记者 就开始就问他这些人 就说你现在来这边 是因为你要寻求 更好的生活是不是 他说也不只是 我已经在工厂的 其实生活也没有太大困难 但是简单来讲 就是我想要自由 他说我把我以前的房子 卖掉来支付 我来美国的 14000美元 所以他觉得在中国不自由 但是在美国他就自由了 对 而且你看1400美元 但也是几十万 所以他宁愿花几十万 也要来这边 来期望 尽管是以透渡客的身份 大家还是认为应该要留在这里 那也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 有钱人是用合法移民的方式去新加坡 去其他国家 那中产阶级或是没有 相对于没有那么有钱的 就用这种偷渡的方式 所以导致现在中国的一个PPI指数 从2022年开始 你有没有发现邮政转负 然后不断地下探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说当这个数据背后 所凸显的一个数字 就是中国现在的生产力都越来越惨 而中国生产力越惨 人民的生活越来越不好 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想要往外逃 所以现在有很多接警 就包括你看这个画面是什么 就是很多这个空荡荡的 本来是全部东西 完全没有人 现在现在都完全没有人 都是这样的状况 还有他就说工厂要倒闭 所以这些机器 本来都是可能要好几十万 现在就直接出清 跳楼大拍卖 他说有十年的努力 转眼之后就变成一场空 他是亏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对 很可怕 亏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几千万台币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只能回去打工 可是打工就有工作吗 其实可能就没有 他就说现在 就一些像什么浙江这些地方 他们说以前能接到单子 可能都是 就是很多 现在能接到单子 都少了25% 所以当然就会利润越来越薄 所以他们就说 有的甚至你必须要亏本 去接这个订单 不就真的你只能裁员 刚刚说跟这些那个劳工说 你年后不用来了 因为我也没有工作 接不到订单可以给你了 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 还有什么你知道 还有就是跳机 跳机 跳机 而且很多国家 包括连我们台湾都有了 也来台湾了 对 也来台湾 1月30号 竟然有三个人 什么三个中国公民 什么田永德 韦雅宁 还有一个黄欣欣 这三个人 竟然就留在台湾了 他们是坐飞机来的 对 他们坐飞机来 然后就决定滞留台湾 因为他们都说 他们如果回去之后 一定会被抓去关 因为他们其实 比如说像这一个 他就说他曾经有去 声援一些 就是政治上的议题 就现在就被盯上 他去哪里 都被人家监控当中 然后另外这一对母子 这个儿子才17岁 然后这个妈妈 其实四度判刑 曾经入狱 十年八个月 所以他说 他其实所做的是什么 也不过就是 协助有人去上访 结果就被中国当局 认为是寻衅滋事 在中国现在真的是 你可能只是因为 不同的议题 比如说为了一些 劳保 无险一金 为了一些退休金 为了一些议题 上访 你马上就被盯上 中国不解决问题 只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那现在有另外一个 这个案子在中国 在国际市场 国际新闻上 也蛮受到矚目 就是有一个人 用被间谍罪 判还死 他是一个 澳洲籍的一个作家 杨恒 就是叫死缓 然后你想说 怎么会这么严重 其实他也不过 就是去批判中国政府 有一些政治意义上问题 然后他有曾经 就是说你们这个其实 等于是我们一般 叫我们这样做政治评论 结果在中国就犯了滔天大罪 好 这宇峰 其实在你农历春节的时候 很多人一定要吃猪肉 你不管是要自己吃 你好多菜都要猪肉啊 对 而且你不只自己吃哦 你要记事 你要有一些仪式 你也是要有这个五花肉嘛 对啊 那你猪宰了 怎么没人吃呢 难道是因为涨价吗 也没有 他价钱也下来了 对 价钱也下来了 因为大家吃不起 单纯就是吃不起 单纯就是吃不起 所以大家就讲说 其实呢这个布鲁格就讲了一件事情说 你这个猪肉啊 你会造成一个什么事情 造成大家吃不及 你会暴露出 deep economic trouble 你经济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 如果连吃的东西都不行了 大麻烦了 对 那就是大麻烦了 好 那我们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猪门酒肉臭 入有冻死骨 是 这些连一般老百姓 你猪肉都吃不起 连菜都没办法做菜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华春莹 大家都对他相当的熟悉嘛 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你看这个脆臭蜡臭 然后呢头发弄的这个 这个波浪像是半瓶扇一样 然后呢还有穿一件 皮草 这个在这种状况来讲 大家都吃不起猪肉 你穿了一件皮草 然后呢那个 Hermers的围巾 你看是不是很贵气 应该是把古迷气疯了吧 对 大家就是想说 你到底在干嘛 然后在过去的话 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幸福说 他觉得他非常的骄傲 生长在现在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幸福 那你看这个画面 他确实很幸福 但是其他的网友都觉得说 天啊你又不是在选美 何必呢 而且呢很多人奉执他的幸福 说因为你有钱 你才可以穿得上 你当然很幸福 但是我们恐怕这些农民工 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很多人都还记得 这一只习主席甘蔗吧 也就是呢 这些习近平下乡的时候呢 他就摸了摸这根甘蔗 结果没有想到 这根甘蔗突然之间爆红了 好多人就来排队 就是要来摸一摸 来看一看 这习主席摸过的甘蔗 把甘蔗都摸黑了 但问题是呢 现在最新传出的消息 有人竟然放了一把火 把这甘蔗田整个都烧掉 包括了习主席摸过的那根甘蔗 所以呢 现在这代表呢 恐怕就是很多中国人民 他们对于现在的经济 所展现的一种绝望 甚至展现一种怒气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到啊 现在呢这一个习近平的这一个有焦虑的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好 当然今天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包括呢 资深社会界的王瑞德 稍后也会加入我们 所以师从 我们就看到了 现在中国人真的受不了了 连习主席甘蔗都被烧了 没错 最近呢 在中国来说 穿着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 一个甘蔗田在火塞 因为这个甘蔗田火塞 这个很常见的一件事啊 可是这个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习近平的怒火 为什么 因为大家仔细看 这个被烧了甘蔗田 是之前的习近平去广西视察的一个甘蔗田 那因为当时呢 这个习近平呢 他就这样摸了摸了这个甘蔗田 这样一个甘蔗田 就没想到这个甘蔗呢 变成是大家排队 去要去摸啊 这习主席摸过的这个甘蔗啊 大家都排队去摸这一根 那这个甘蔗田被后来 原本的绿绿的这个甘蔗 被摸到变成黑色 那甚至后来还围起来说 不要摸了不要摸了大家这样 而且后来有一度还要收钱才能够摸 好就没想到大家都这样子 那是几个月前 大家可能对这个习近平还认为还可以的时候 可是最近呢 大家放火把他烧了 为什么放火把他烧了 其实这也代表了中国民众现在的怒火 这个上升了 为什么中国怒火上升 现在大家都 哎 中国目前为止 你真的找不到一个认识的好消息 特别是今天 今天来说的话 中国股市呢 没想要创架一个记录是吧 千党股票跌停板 那而且你看这是中国呢 跌停了一千多档的这个状况 下跌的这个约末 也都非常多 跌幅超过7% 都很惨啊 中国今天股市是相当相当糟糕的一个状况 创了这几年来的一个新低的这个数字 那特别是说 中国今天还是一个 他们今天还放 还放这个所谓正式条件 存款准备金两码 放钱出来 就放钱出来之后还是救不住 那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中国呢 为什么大家对习近平真的非常的有意见 你看 习近平也代表了整个中国 整个中国目前为止就好像在 下面都在火塞 而且是在走钢索 对然后走钢索这样 等于对中国来说的话非常糟糕 那你知道不是只有这个中国非常糟糕而已 那波及到 连香港 或是跟中国经济比较相关的 像这个所谓的 这个韩国 最近股市都表现非常不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如说以香港为例 你看香港来说的话 你看这是香港的一个横隆地产 我们知道最近呢 香港的这个所谓的股票啦 或是香港的这个 这个房地产都在跌 好那我们就讲香港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叫横隆地产的董事长 他是谁呢 他其实是香港非常大的一个 什么物业管理的公司 那所以他们对房价也非常熟悉 你看 他说本港的这个负资产 创19年来的这个新高 对那明年楼下还会再跌一层 这是布伦伯尔预料 好那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们什么叫做负资产 就是我有这个买房子 买房子的时候就有房价一直跌一直跌 那因为我有贷款 就变成是我这个房价已经变成是我的负资产的这样一个状况 目前为止是暴增 去年来说的话 约莫是这个 约莫是这个比较少 那今年已经来到两万 两万五千一百六十三宗 那也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负资产的金额 从之前的五百九十三亿 变成是一千三百一十三亿港币 那甚至这个李恒隆 这个所谓的恒隆地产的这个陈启中 他还说一句话 他说有两位对国内房地产 非常熟悉的朋友形容 大陆经济恐怕他们有生之年都不会好转 你说有生之年 那个大概还三四十年左右 这么悲观吗 对 他说两个人悲观到不得了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香港真的很糟糕 那为什么香港很糟糕跟中国很糟糕 有一个原因 你看 我们这个之前不是说到吗 香港法院勒令说恒大你要清盘 那清盘就是我们台湾的所谓结算 就是说把它清算掉 但是问题是现在 目前为止在说 它只能在这个境外清算 因为中国不允许你清算 所以现在等于说你到底要怎么清算 可是你知道 因为这又是个漫长的官司要打下去 你可能这个接下来的话 要这个深圳法院或是北京法院 这些法院你都要认可之后 然后进行一个清算 那因为香港已经要清算 所以你在海外资产的部分 你现在就必须要进行一个 所谓清算的这个状况 那这会波及到什么 会让整个这个恒大业务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恒大 那股票最高的时候是新台币1.17兆市值 就现在跌到82亿 那几乎把他的市值都完全跌掉 那你看市值这么低 他负在这么高 你到底要怎么去运转 所以一旦恒大接下来的话 假设他抛出他手中非常多的烂尾楼 低价卖出去 那当然会对中国的房地产造成一个更大的压力 那你跟我们讲 他目前为止还有600多万名 可能是买他的房子的业主 烂尾楼你没办法解决 所以才说这个所谓的烂尾的 这个所谓的造成的这个海啸效应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听住 所以我们就无法说中国真的非常好 可是就在说我们说中国没有很好的时候 照理说大家如果是在外面的市场 外面的市场的话一定被大家骂翻了 大家都网路上很多文章都会出来 可是你在中国看不到这些文章 中国的文章都是好的文章 比如说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 你看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新华社发表了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还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要增加大家的信心 没错 然后这样 这个所谓二号的时候 人民日报越给我知道 整个国家都洋溢的向上的这个氛围 他引用一个德国共产党的一个记者 来到这个中国访问 他说中国的住房什么都非常好 整个国家都洋溢的向上的这个氛围 让我留下印象深刻的这个状况 然后还说什么 中国民众都有什么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明显的这个提升 就你讲完之后 那大家看到这个文章都非常生气 因为这个文章的旁边或是下面 都有什么中国股市跌幅非常重的这个画面 大家想说你在讲什么 你到底在讲什么 那因为他们都没办法到网路上留言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吗 他们都往各国的驻外使馆的这个 他们下面的微博去留言 因为这个留言不会被删 所以他一大堆 现在当然最被这个我们台湾叫岩上 就是类似是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 你看他下面一大堆被留言 那原本他是说什么 原本他们大使馆的发言人就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说 过去这五年你最想做 过去这一年你最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情 就大家在分享什么 我抱怨A股狂跌了 后悔没有买美股了 对不对然后就这样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那边这个歪楼 整个歪楼的这个状况 那歪楼歪楼你看 很多人都一直在那边 这个一直骂骂骂骂骂骂 你看什么请用外交手段来接管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些留言 跟这一个影片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影片明明就是美国大使馆 他们在跟大家拜年 结果呢因为到其他地方去留言 到其他的地方去控告也会被删掉 所以他们就来美国大使馆公布 那后来还有一个所谓的长颈鹿的这个影片 那也是一样大家疯狂的留言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这叫场景录制乱 那你看他们后来留言留什么 他们公开在里面讲 我觉得习大拉看到这些字 他可能会吓一跳 你看这几个 你看哪天打过来 几亿老百姓就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这好敢说啊 赔那么多钱啊 赶快来 然后两亿股民支持你们 来吧我们带路 那时候美国打过来的话 他们要带路 对然后真的趁现在明星 涣散的时候打过来吧 宁可双输也不让权贵单赢啊 就大家都输算了 你知道现在股民的心态就是 真的赔得非常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知道 因为股市赔得非常惨的时候 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大家不是在热议习近平的身体吗 好那热议习近平的身体来说的话 就是最近在这个假日的时间点 突然之间有一个新闻 上了这个中国的微博热搜 他这个微博热搜是什么 中国官媒的奇卢晚报报导 这个1月31号 一个河南的网红叫王大娟 然后他官宣说 他的丈夫呢 这个当天早上不幸遗胀癌 这个一线来过世 年仅32岁 就那 这个没什么重要事情啊 就没想到 居然大家都在转发 然后大量的在讨论 就没想到 居然上了微博热搜 还上了热搜榜 那上了热搜榜 很多人都完全不知道 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在做什么 大家 这也能上热搜 那发生什么大事 因为很多人不认识 这个网红是谁啊 就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很多人 后来就大家就点出了一个重点 他说这样子 因为大家在讨论 这个所谓废线来之后 然后后来他甚至连讨论串 都被人家封锁 这个一线来讨论这些都不行 然后就有人回复说 这是什么名人值得上这个热搜 结果他就说什么 他说不是名人 他得了癌是名癌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癌症 在中国大陆叫名癌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一线癌 而且不能讨论 不能讨论 那我说不能讨论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最近网路不是在说吗 习近平他整个人 说了非常多吗 你看这是去年年底的照片 11月的时候 对那是最近的出来的照片 你看好像比起来的话 他好像生起 如果我们光看他的西装来说的话 好像有略小一点点 比较滑了一点 对这样一个感觉 大家想说难道他真的 后来网路上就有传言说 从医院流出来说 他有照很多这个直指的 这个所谓共证 然后去检查 有人就质疑说 他得了这个肺腺癌 好那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大家 但是后来他这几天就出来了 这几天就出来 他到天津 到这个地方去考察 就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可是他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大家看的时候反而觉得更奇怪 为什么更奇怪 如果陈寅你仔细看 这些旁边的人 他们有穿大衣没有错 但是没有一个人像习近平 穿了那么多的这个大衣 他穿得特别厚 好大衣服 你看旁边的人当然也是穿着这个厚衣服 但是没有人像他穿着那么厚 他是跟大家我没有变瘦吧 而且他还穿了一个围脖 围在脖子上 他不是以前来说 他其实身体也不算 虽然没有到不好 但是也没有需要这个样子 这现在是怕冷了吗 对 怕冷 然后人家就说 你身体到底是怎么样 有人就说 他是因为他这个前一阵子 出来身体被人家说很瘦 他为了要预盖弥障 把这个身体这个 穿得比较厚一点点 出来辟咬 对 出来辟咬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明天大家还是觉得说很奇怪 他感觉上 这个气色还没有很好的这个状况 好 那因为他出来之后 这反而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 网络上面这么议论 那有一个叫李道奎 李道奎其实他之前也是中国政府 非常重要的一个财经人士 对 那习近平也请他非常多次 他是经济国师 对 到这个中南海去发表很多演讲 去听取他的建议 其实他最近在接受Bloomberg的访问 他就说 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更加焦虑 他说没有安全感 也更加偏执 他说孟子说了什么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这个中国领导人都深深刻在脑海里 不会把他把大实话说出来了 对 所以他就说 我们这个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整个政权就好像小船一样被翻覆 所以为什么可以看出来说 为什么习近平那么的焦虑 因为目前为止 他怎么指挥怎么指挥 越指挥越糟 比如说我们讲的很简单 他说我们要救股市 越救越救 股市一直在往下跌 他前几天还主持一个 我们讲这个什么科技创新 就你越创新越创新 中国股市还是起不来一个状况 所以等于是你越插手越不好 可是这时候他越焦躁 为什么 因为我想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之后 居然还救不起来 所以才说他目前为止 感到相当相当的焦虑 可是他除了目前为止 你就觉得焦虑就过了吗 股市下来就没有 他现在更焦虑的一点是在 川普最近他在这个公开演讲 他讲什么 他说中国抢走我们太过工作了 我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到美国制造 那你人家就说那你怎么做 我准备了对中国科增60%的关税 20%很多 所有东西出来那还得了 而且他还说中国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还是科60%关税 所以过去这个川普 我们再怎么讲他 他说到的事情 他大部分都会真的做 就算是美国人自己都买不起他 没关系 对他会做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他现在怎么搞 如果他这样搞下去的话 这种还得了 所以在说 事实上今年对习近平来说的话 坏日子还没过去 恐怕这个苦日子 或是他无法控制的这个局面 还会经过一段非常久的这个时间 好所以云峰 其实我们来看到 经济到底好不好 就看民众吃什么就知道了 那么尤其呢 大人吃什么不重要 好的一定是留给孩子吃吧 但问题是 现在中国的学生 那我们都在吃什么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大陆吃一个叫 玉制菜的东西 玉制菜什么 玉制菜其实有点像是 我们的料理包 调理包 可是呢 这个调理包又跟我们想的 又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呢 它卖豚骨肉汤 听起来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卖多少钱呢 一百二十八块人民币 只要台币大概是五百五十八块 可是后来就被人家提爆了 这个东西你一碗五百五十八块台币 可是实际上的成本只有多少 人民币三十块 天哪 然后呢 这个东西都不是现煮的 你看这个画面 这是在餐厅哦 你想象中你餐厅应该就是 整理食材 然后呢 大厨来的啊 你看他就是这样 把这个撕开来 直接倒进去 玉制菜 打开之后就把它给倒进去 然后喇喇 就给出桌了 结果被人家讲说 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好吃哦 我觉得有点可怕 回头去看 你这个东西根本不是餐厅的东西嘛 然后鱼香肉丝 成本四块钱的人民币 卖三十八块 扇子骨成品二十块 卖八十八块人民币 可是你这个东西 如果只是便宜 也就算了 可能我口感不好而已 但是呢 被人家讲出来说 可能这个有一些食品安全的一个疑虑 你看这个哦 网友说这个豆腐的质量真好 这个豆腐啊 是折不弯的 这个也是玉制菜 然后大家想说 这个真的是 正常的食品吗 以前我们讲嘛 这个豆腐这样拿起来 不会断掉而已 你知道吧 我们讲一句成语嘛 刀切豆腐两面光嘛 所以豆腐应该是很好切的 这个东西看起来 网友就说 这一定是有什么 化学加工 一定不是你用豆子来做的嘛 所以这个豆腐 这个玉制菜 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来看玉制菜 它都拿了多少钱 三块多 三点九块 贵一点的四点二块 所以呢 大概都不会超过五块钱 那玉制菜五块钱 然后呢 你卖到学校去 卖到去餐馆去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 就个叶子跳出来讲的 因为玉制菜呢 它都先帮你弄好 弄好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运输过程当中 你的冷链没有完整 那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会变质啊 对 你在工厂 你在工厂 你弄好了之后呢 你是冷的 可是你出去 常温运送 你就变质了 然后呢 送到之后呢 你回到这个餐厅 你又把它冰起来 然后等到要吃的时候 再拿出来 其实里面的细菌 已经滋生了 所以呢 大家就在想说 到底他们的学生 吃到了是不是 类似的事情 就有人就讲说 整个学校 整个班级 全部都拉肚子 太可怕了 就拉肚子的情况之下的话 很多的家长就说 不行不行 不能再吃这种预制菜了 所以呢 他们要求说 我们自己怎么样 送菜到校园去 以前都不用 但是有其他家长 家长说 那如果我们都要上班了 怎么办呢 那你说为什么 这预制菜会造成 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是他们官方推行的 一个大的产业 他们说什么 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 万亿级就是造 他们现在的一个 整个行业里面 可以规模到 多少到1.07兆 大约和 台币是4.6兆的一个新台币 那就是说 牺牲孩子的健康 也没关系吗 应该也不是这样说 可是呢 其实在整个行业的 推动过程当中呢 自然的孩子的健康 就被牺牲了 总是要有点牺牲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 一些的一个比赛 这比赛是什么 我们来做 这个预制菜的一个比赛 然后呢 有很多菜 你现在目前看起来 好像 这个画面都弄得很漂亮 色香味俱全 这是看起来而已 对 这是看起来而已 你比赛的时候 你当然是努力去做嘛 可是你真正 就像我们刚才上一张讲的 你要销价竞争的时候 你就想嘛 一道菜 只要5块人民币 大概20几块 20几块 然后呢 运动过程又没有完整的冷链 会不会出问题 当然会 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你要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牺牲到 小朋友的一个健康 那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外面来讲 经济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状况 对 如果吃不饱 会不会闹事 当然会啊 其实中国历代以来 大部分的朝代 为什么会被人家竭干起义 人民吃不饱 农民吃不饱 对 民以食为天 如果未来经济出状况 问题是现在 你看到中国官员还在抓什么 村民现在想要搬斗 想要搬个满月酒 竟然都不行 现在来讲的话 你在过去来说的话 过于不及都不太好 这个女生呢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她在外面打工 打完工之后呢 回到贵州 她讲说 哎呦 天啊 这个习俗也太可怕了吧 就是我今天 已经吃了六台习酒了 一天吗 对 一天吃六台 然后二十 一个月要吃到二十桌 然后她就讲说 你知道吗 有各式各样的 有一个人她就想要搞个酒席 然后搞个酒席就讲说 这个东西 来 我来一个 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每次办酒席 我就得包钱 我就得出分菜钱 那我也来一个 但是你找不到名目 弄一个什么 死了十年的奶奶 来办个酒席 就是我一定要办一个 我才能回本吗 对 我一直在给人家 我们包白包的 所以你也要去 然后另外一个人讲说 哎呦 我之前 我的爱人病重 然后终于好了 去除病魔 这个也要办 可是你看哦 你身体不舒服 然后好不容易堪育 你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嘛 不行 办酒席 因为要收钱 然后另外来讲说 小 它是养猪的 对 还有一只小猪 入园了 就是说真的一只小猪 也要办个酒席 来一只小猪也要办 对 各式各样都要办个酒席 可是呢 这个东西酒席太多的时候呢 大陆的官方就要严打 服装浪费就来了 对 要严打 严打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很奇怪哦 你看哦 他们办酒席 然后呢 他们会先出什么 会有宣传车 来 全部回家 全部回家 不要来帮忙 不要来参加酒席 现在要减轻大家的负担 所以呢 要严打 可是后面的画面 大家看到就很可怕了 你今天 你要严打 你应该是什么 去宣导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要这样 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 叫他不要再办了 慢慢的去把这个习俗给 钻挣回来 他们不是这样吗 他们不是哦 他们是冲进去 然后拿着粗盐 就直接把锅子里面的 这些全部撒下去 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别吃了 吃不了了 反正呢 这个粗盐撒下去 都吃不了了 这是浪费食物吧 对 那现在来讲 网民就讲说 其实现在的经济状况 已经不是那么好了 你这个大笔 弄下去 盐撒下去的话 大家是不是都没饭吃 所以国珍 其实我们看到 经济不好 真的是一个事实 存在的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看到说 今天大企业都在倒闭 那不稀稀 但问题是 今天连中小企业 都在爆发倒闭潮 是的 世界正在离开中国 连中国的企业 也急着要逃离中国 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 倒闭还有失业潮 会越来越严重 内卷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中国 发生什么事情 是80%的中小企业 都有收款的问题 所以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因为大企业都走了 很多供应链都断了 所以都收不到款 如果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有1%的企业 不是倒闭 就在倒闭的路上 即将倒闭了 对 而且北京的人民大学 普惠金融研究所 自己也去算 他去统计 2300多家的调查之后 发现 有1%的金融 财务状况是欠佳 80%的财务状况 是不好了 如果这个情况 继续严重下去的话 会有1.8亿人的工作 你是说2300多家 80% 那也是上千家的企业 面临倒闭 是中小企业跟小微企业 是中国所谓的中小型企业 如果这个情况 严重下去的话 会有1.8亿人的生计 受到影响 都没工作了 因为世界工厂 在搬离中国 连中国的大企业集团 也急着搬离 所以中国会变成怎样 1.8亿人生计会受到影响 而且内卷会越来越严重 你看很多的工厂 现在都受不到钱 因为中国一直内卷下去 包括刚才讲的 还有提姆 提姆这些钱 还欠了人家钱还不给 因为很多业者 卖的东西 其实根本挣不到钱 所以拿着布条来抗议说 你这些血汗平糖 都专门压榨商家来赚钱 还有吃了商家的钱 去做促销 根本都没有付钱 中国就是变成是 内卷越变越严重 很多厂家 是被这些人完全吸血走了 所以内卷 卷到底之后 就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现在是求死不能 求生不得 所以很多年轻人说 我要卷 都卷到90度 我才可以活下去 可是我又卷 卷不过别人 因为一直卷到底的话 往实际卷 卷不过别人 那你想躺平 又躺不了 因为躺平摆不烂 之前不是都躺平的年轻人吗 对 因为现在中国 大量工厂移走之后 包括外商工厂 包括中国工厂 自己移走的话 现在中国失业率 越来越严重 你看到现在 扣除新的计算方式 扣除6200万 没有在统计里面 还是有14.9% 相应15%的失业 所以中国失业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躺平 还轮不到你躺平 躺不平 站也站不起来 所以45度的人生 什么叫45度的人生 就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而且所有 要含泪往里面吞 因为你每天 还要继续 很努力地活着 那中国企业 跑到哪里去 其实不是只有 苹果离开了中国 不是只有日本车 德国车 跑离开了中国 连中国企业 也离开中国 所以小微企业 跟失业 越来越严重 就是个原因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2022年 以前中国跑到墨西哥了 其实只有6% 占墨西哥的投资 到现在 中国增加了三倍多 到2025年为止 中国占墨西哥 会到20% 整个中国企业 全部都跑到墨西哥去 为什么跑到墨西哥去 为什么要去墨西哥 因为刚才川普讲话了 川普说 如果他选上 要克中国60%的关税 对不起 川普你是克不到 因为中国企业跑光了 因为跑到墨西哥 以后他们是墨西哥企业 对 他们就是墨西哥企业 在墨西哥是零关税的 结果墨西哥现在发生什么状况 他已经在去年 正式取代中国 变成美国最大进口国 所以已经越来越多的 美国是从墨西哥进口 但是进口是什么 进口了 还是中国企业的产品 现在中国已经拿下 墨西哥光去年 新增的工业地 八成都被中国企业拿到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现在如果我去墨西哥的话 搞不好有很多人 都听到在讲中文 当然你就听到去讲中文 因为你所有的工业地 八成新增的工业地 都被中国企业拿走 所以是中国工厂 急着逃离中国 跑到墨西哥去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示 墨西哥的轮胎工厂 跟德国的B&W一起合作 把轮胎跑去那边去 中国最大的家具工厂 也跑到那边去 去做家具 中国的联想电脑 做伺服器 做笔电的 一样跑到那边去 所以墨西哥是怎样 出口大量的家具 大量的笔电 卖到美国去 连车子车轮 连比亚迪 比亚迪是中国之光 现在他也说要跑到墨西哥去 所以整个美国进口 是在墨西哥 有中国企业的产品 所以川普当面客不到关税 而且中国企业跑掉了 还不只是墨西哥 跑到了泰国 你看去年上半年增加了4倍 跑到泰国增加了4倍 跑到越南增加37% 都比日本都还要多 所以就会看到一条线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出口到美国的 这是中国的线 中国出口占比一直往下掉 掉到这里 墨西哥升上来 出现了黄金交叉 墨西哥成为 现在这个地方 黄金交叉 对 所以世界离开了中国 但是中国没有离开世界 中国跑到东南亚升上来 所以可以看到 你看增加了60% 而且增加了 中国比墨西哥的投资 比美国还要高 中国虽然卖到美国越来越少 但是卖到墨西哥的东西 越来越多 代表什么 中国大量利用产品 卖到美国去 从墨西哥卖到美国去 可是另外一个现象 也会发生了 结果中国人 透过墨西哥 跑到美国 非法移入美国 或逃进美国的 越来越多 因为中国人 你看刚才讲的 45度的人生 越来越痛苦 在中国看不到希望 所以14个月增加 2.8倍 总共有2.3万人 一季只有2.8万人 跑到 从墨西哥 跑到美国去 这不是说有一个 叫你怎么样去 非法入境美国的 一个宝典吗 你要经过一个丑零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样过去 就是大家看到说 在边境 好多那种 其实穿得很体面的人 他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是很可怜 好像都可怜兮兮的难民 所以利用这种 中国投资潮 或中国往外移动的时候 大量中国人 透过这样的边界的方式 跑到美国去 也看到中国 越来越多企业 跑到美国去 那代表中国 其实未来事业潮 跟中国中小企业 倒闭的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董事长 没有想到眼看人 起高楼 眼看人宴宾客 眼看人楼塌了 什么都没了 不 宏大这个故事 我们当时在谈宏大 你记得好像 已经是三年多前 对 所以换言之讲 它应该要倒闭的时间点 应该是三年多前 三年前就要倒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拖到现在 这是第一个 我要问的问题 那拖到现在以后 那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 标准在处理这种 所谓的问题资产的时候 怎么处理的 我们第一个 银行处理的事情 很简单嘛 就把这个东西 整个都送拍卖嘛 对 拍卖之后就 或是直接由公司方 或是说由银行贷款方 把它卖给AMC公司 AMC公司用两则三则 标准 然后再去做AMC 用一层一层一层的处理 这是健全的 自由市场金融的处理方法 对 那为什么要拖那么久 我们要回过来 对 拖那么久的时间 政府就是哦 它政府就一段时间哦 政府说你媒体 你银行不能倒 对 银行不能倒 你可以让AMC买啊 它在干什么 你知道它在干嘛吗 在干嘛 我跟你讲 因为共产党的经济里面 有第一个目标 叫什么东西 叫做政治挂帅 我问你嘛 宏大会搞那么大 老板是谁啊 共产党 老板是高干嘛 他这个背后 台面上那些人物 都会鬼混 都说搞来搞去 你为什么我贷款给你 对 为什么你给银行取得贷款 为什么你要发行这个特别股 对不对 在市场上吸金 这背后都是几个大家族 在这边享受他的利益嘛 这些套牢谁 套牢这些大官啊 大官 大头这些大人物被套牢啊 所以他干嘛 他拖了几年时间 让这些大咖先逃 先逃 先拿钱跑路 大家大咖先解套 没跑路把这个钱先套开了 套开以后剩下烂摊子 丢给市场去处理嘛 红二代跟正二代解套完以后 开始进行正常的处理 他开始在救市 他有很多正常理由 所以第一波的资金的 是中央银行出的钱 救他的 然后空置里头不准倒 中央银行的钱 就留给这些高干跑掉了 对 然后让有钱人 让有权利的人跑掉 然后最后他现在开始 进入程序处理的时候 就会变成这个韭菜的倒大煤 就一步步根据正常程序处理 然后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很简单 他总共的GDP占了 他这些GDP占国家GDP多少 30到35个percent 多可怕 全世界最大的35%的GDP 在房地产上面 他这个不搞掉 我请问你 这个国家怎么发展 都不了了 都不了 你卡死资金卡在里面 资源卡在里面 所有资产案里面 走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遍 中国的恒大富可敌国 你不要讲说 他养了一个非常大的组织队 然后他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歌舞团 对 就现在他被清盘了 我想说什么叫清盘 他破产了 对 没错 恒大这个其日富可敌国 那许家印也是中国的首富 那么多年 就没想到 现在他恒大面临到被清盘 香港叫做清盘 那实际上在台湾叫做清算 你说这家公司呢 他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这个没有上市的价值 那上市的价值之后 债权人可以发起说 把这个公司给关了 关了之后 由法院或是相关的程序 来进行说 他的资产跟这个相关的负债的 相关的减免的这个状况 你说有多少拿有多少回来 那你看事实上这个 这个被清盘这件事 已经早就知道了 因为为什么 前几天的时间点里面来说 恒大还有恒大汽车 恒大物业 他们三家公司一直在下跌 而且今天的盘中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停盘 停盘之后 结果后来没多久的时候 他们还继续 可能明天继续往下跌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这是法院 香港的这个高等法院 他们今天就这个恒大清盘 进行这个所谓的审讯 为什么 因为有债权人认为说 你都一直不清盘 我清盘的话 或许我还能够拿回一些 如果你一直不清盘的话 我永远被你卡在那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个法 这个所谓清盘的这个要求 结果香港的法令就说 OK 他就清盘吧 就勒令他清盘 就要清算了 那清算之后你知道 你知道他到底目前为止来说 以他最新的财报到底是怎么样 他目前的总资产 大概1.74兆人民币 折额新台币是7.57兆 那还很多啊 对 但是他负债是2.38兆 他负债是10.35兆 所以两个呢 减一减 减一减之后 大概还有8000亿左右 大概约莫是3.48兆 没有潮落 负债 对 负债没潮落 也就是说呢 目前为止清盘之后呢 有些债权人是注定拿不回 他原本欠的这个钱 那他的目前的顺序 到底是怎么样 第一孙位是员工 他会先给员工啊 然后给这个公 这个社会欠国家的保险金啊 还有公积金等等 这些会先还 第二孙位是要还了 各项的这个税款 然后第三孙位是要 偿还了这个债权人 所以呢 第三孙位里面来说 恐怕很多人 大概8000亿人民币左右的钱 没有着落 那你现在恒大有这么多的房子 你还没有交屋 那我买恒大房子不就完蛋了 对 目前为止来说 恐怕有面临到 可能没办法交屋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现在买恒大房子都完蛋了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恒大可能 目前再建的这个房子来说 如果假设它被清盘之后 他们是有所谓的这个 社保基金 还有这个所谓的信托机制 那如果信托机制里面的钱 没有被动用 或许你房子还可以盖个完 但是大部分 目前为止 大概都已经没办法盖完的 这个局面是非常大 那甚至是现在 大家清楚来说 那恒大到底有多严重 那恒大 原本许佳有一个梦想 他叫做恒大同世界 对 同世界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说了 我在很多地方都要打造一个 类似迪士尼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不只要打造迪士尼 你看它里面有什么童话大街 然后什么虚拟大街 这都是恒大的房子 然后那个一个迪士尼旁边 它会有非常多的案子 所以它同时有一个乐园之外 它还会有一个房子在那边卖 有一个物业在那边卖 就像它现在到处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看它在恒大的 这个在贵有一个这个同世界 你看原本要盖成这个样子 但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 也就完全都弄不出来 它占地有八千亩左右 那预计要投资上千亿 都变烂毁楼了 对 现在房子随便一卖 都是腰斩以上 才能够卖得出去 那人家这不是单一个 这是贵养的恒大 那你看他们在什么地方 在广西的南岭 还有一个恒大同世界 你看他们原本的规划 是要做成这个样子 哇 里面这个同化的房子 然后游乐设施一大堆 就后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根本完全盖不完 这一个状况 那不是只有这样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有贵阳 然后广西 南岭之外 你看恒大 江苏 有一个同世界 你看都是这么大的规模 结果都盖成这个样子 那这是因为 这些都是同世界 对 都是觉得都得同人员 对 现在都变鬼屋了 盖不完 而且你看盖不完 因为这种同化世界 盖不完反而最吵 最糟糕 因为你也不知道 他要做什么 你住人也不对 那你要把它改建成什么 也不对 所以现在全部都变成烂尾楼 那烂尾楼你知道 恒大还没有办法去 这个照顾这些烂尾楼 你看这些烂尾楼 全部都被偷走 里面样品屋的什么灯泡 然后什么冷气 全部都被搬走 所以等于是说 你现在空有这个 一个所谓的空壳子 在这个地方 但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被搬走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 你要以为说 这只有一两 只有我们讲到的什么 贵阳 南岭 还有江苏 没有 它在中国有17个这么多 你说这样有17个 对 那所以这17个来说 它每一个投资都是超过 数千亿 甚至还有千亿人民币的规模 就不像现在全部都变成是烂尾楼 你看我们就整理出来 它有这么多个 广西的 海南 西安 安徽 你看一大堆 这些全部 它都要投资这么多 投资这么多 现在为止都完全没办法 没办法有着落 而且很多案子是 刚投资下去之后 没多久就已经资金断练 最大的事实上你看 它要说每一个计划都要超过迪士尼 等于是中国有这么多的迪士尼的 这个中国迪士尼 就不像现在完全这些完全跳票 所以来跟你讲 现在恒大进入所谓的清盘 就是被清算 我觉得这个路 这个对恒大来说当然完蛋了 可是他们在中国留下这些 这么庞大的烂尾楼 你到底要怎么解决 我们讲这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难解决 它这些所谓的商场 这些所谓的童话事件 你到底要如何去散后 这恐怕是变成 未来中国房地产 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而且现在不是说是恒大地产 它旁边像什么恒大汽车 这些周边也都完了吗 现在所有的恒大汽车 都要进入所谓清算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就说嘛 许家印过去呢 它有上千亿人民币的身家 未来可能都完全会灰飞烟灭 习近平也有很多的那位 换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上海的这个股市 讲到中国的经济 看到了这个大家隔壁在军演 全部假想敌都是他 习近平的内忧万会才严重吧 对 为什么说美国 部署了那么多的军队 在中国的附近 其实也跟中国内部的 这个动乱是有关系的 我为什么讲动乱 因为你看到 你如果仔细观察 最近的抖音 或是最近的中国的 一些小短影片来讲的话 很多都在提出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内部的 这个房贷的压力 已经使得他们的小老百姓 完全支撑不住了 你知道吗 在去年来讲的话 整个前三季 所有的这个法牌屋来讲的话 比2022年的话 同期还要增加百分之 增加三分之一左右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这导音于说 在疫情之后 你知道2022年疫情之后 然后本来大家各国都在 复苏的经济来讲的话 中国没有复苏 中国来讲的话 这场的股灾 其实也是导音于原本 他们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失业率增加 那失业率增加来讲的话 没有收入我怎么缴贷款 没有办法缴贷款的情况下 房贷车贷全部都出了问题 而在所有的仪行都在追缴 这个房贷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了 有很多的这个小视频 其实都被断 等于是被断头了 完全没有办法去生活下去 甚至有些人认为说 我干脆就有很多的 这个亲生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其实那也很奇怪 就中国大陆 它其实盖楼 大家知道 这个所谓的鬼城非常多 烂尾楼非常多 那你看到比如说 小房贷也没有用 外面上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 东北辽宁的这些地方 整片就是黑漆漆的 晚上的时候 竟然只有一户有点灯的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因为其实来讲的话 买了房子 很多都没办法去入住的原因是 因为很多是投资客 那很多投资客 它本身来讲的话 又因为工作没了 然后到时候怎么办呢 完全没办法 跟上这样的一个贷款 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在买房子 是这样子的 你买的房子 其实都是毛胚屋 它基本上里面是没有装潢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你还要再花一笔钱 就是说等于说 你要再带另外一笔装潢贷款 然后再去做 所以它会有双重压力 一笔是房贷的压力 一笔是装潢贷款的压力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又刚好又失业的情况之下 完全整个小辣北京 是没办法生活下去 也就是因为如此 内部来讲的话 开始有一些 纷争跟动乱开始出现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 到底习近平执政怎么样 然后他现在连股市都要管 那大家为什么要到国外去求别 说救救他们的股市 其实说真的 对习近平来讲 这些都不是重点 这些都是所谓的市场经济 他们以前从文化大革命 活下来的 他之前 这几天不是还在讲一件事情吗 他们去吃包子吗 天津包子啊 那他讲天津包子 说什么 他在文革时代的时候 出来外面 吃这个天津包子 所以大家一直在怀疑说 你又是不是要搞回去文革的这个时代 那如果你搞回去文革的时代 大家不是痛苦难堪吗 现在对他们来讲 已经尝过资本主义的甜美的果实之后 你要再叫他们再回到那个时代来讲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啊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统治术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内部来讲就产生这种 可能对他来讲 有不利的一些言论 甚至于说 大家在寻找说 有没有其他的反叛势力共主 就有革命的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